大家好,这里是山野美食 面条的做法有很多,最简单的就是清汤面了 但有很多人都做不好清汤面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清汤面的做法吧 现在我们来切一点葱末 现在我们来准备汤底料汁 先加入一勺食盐,一点鸡精 根据个人口味来一点胡椒粉 再来一点生抽 再放上一点葱花 这样能让汤底有葱香味 再来一点豆豉 再淋上我们的汤底的灵魂,猪油 这样能让汤底更加的爽滑 汤汁也比较浓郁,会吃出肉的香味 锅中烧水,把烧好的开水 倒入碗中 用勺子搅拌均匀碗中的料 把猪油给搅拌至融化 搅拌好以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面条放入锅中 用筷子搅拌一下,防止粘圆 煮一回后我们加入冷水 继续搅拌 水开以后再次加入凉水 继续搅拌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才会更加筋道 经过两次沸腾以后 面条基本就煮熟了 面条其实也不要煮太久 不然口感就不清道了 把面条捞出 放进调好的料汁里 清汤面最重要的一点是 汤多面少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爽滑 更有食欲 这样一碗简单快速的清汤面就做好了 有条件的还可以煎一个鸡蛋 放入一些青菜 口感层次会更加丰富哦 好